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和黄鸿生谈着最单纯的恋爱 但家中的变故几乎让杨成林一夜长大 披护还债 养家糊口 生活的重担狠狠地压在杨成林瘦弱的肩膀上 1999年 走投无路的杨成林萌生了要进娱乐圈的想法 这一年 健康美少女的选拔赛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杨成林不负众望杀进决赛和唱片公司BMG签约 此后的杨成林一发不可收拾 一个又一个机会分治他来 2000年 流星花园开拍 杨成林成功拿下小优一角 为他的演员之路买下了第一粒种子 同时他和朱孝天的瓜也开始萌芽 这一年 还有一个重要机会砸到了杨成林头上 公司想要捧一个女子组合 便让杨成林和其他六个艺人进行PK 最终杨成林和其他三个艺人组成了四音落组合 另一边 15岁的李荣浩初二没念完就辍学了 他日日把自己锁在房间里研究吉他 父亲看不过去便让他去学低音提琴 这一学就是六年 而杨成林的组合之路却很快迎来滑体路 2002年同期成立的SHE发行了第三张专辑 销量破百万 而四音落毫无水花唱片滞销面临解散 杨成林意识到危机拼命寻求机会站稳脚跟 这一年他和阿雅一起主持综艺 你猜你猜你猜猜猜猜 这一主持就是四年 同时他继续涉猎影视业 并且拿下了人生中第一个女主角 在《恋爱白皮书》中和余文乐搭档 摄影一场生死爱恋 电视剧拍完了 杨成林和余文乐的绯闻也传开了 更戏剧的是 当时的余文乐本来和红极一时的卢巧英 爱得轰轰烈烈 认识杨成林后却火速分手 不禁让人想入非非 在绯闻的漩涡中 杨成林迎来了事业的第一个危机 2003年台湾遭遇了921大地震 所有人都沉浸在悲痛中 在那个灰暗的日子里 自营烙武宣布解散 这一年杨成林换了经纪公司 准备往全能艺人的方向发展 2004年对杨成林来说 是特别的一个年份 主演了三部偶像剧 还收获了一段爱情 一部远味的夏天 让他和邱泽相遇 彼时的邱泽风度翩翩 几乎是全民男神 20岁的杨成林春心懵动 主动牵上了邱泽的手 那时候的杨成林没有想到 荧幕上的完美男神 跳落烟火人间 不过是一个渣男 冷暴力高高在上 毫无风度 那段十个月的恋情 把杨成林伤得体无完肤 乌漏偏逢连夜雨 眼看着一颗星星 就要冉冉升起 杨成林又摔了重重的一跤 那一年杨成林一句八年而已 让自己差点毁了心图 政治问题不当言论 一时激起千层浪 所有的脏水和谩骂 像狂风咒语一样 向杨成林袭来 很快杨成林遭到内地观众疯狂抵制 在杨成林被抨击的时候 李荣浩也正在经历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这一年 李荣浩遭遇了严重车祸 肋骨断了三根 生命垂危 从鬼门关走出来 又迎来当头棒喝 不仅查出白血病 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一事无成的李荣浩和14岁的杨成林一样 瞬间长大 或许是相似的经历 才让两个人日后紧紧连结在一起 2005年 杨成林在舆论纷纷中打了漂亮的一仗 首张专辑《爱美》一经上市就颇受好评 拿奖拿到手软 至此 杨成林的音乐事业写下了辉煌的第一章 这一年 杨成林终于还清了家中巨债 听装上阵 一路高歌 后来的杨成林一边出专辑 一边演偶像剧 在可爱教主的路上越走越稳 紧接着一个男人悄然登场 为杨成林后半生的幸福埋下伏笔 2007年北漂多年的李荣浩终于看到了曙光 他创作的歌曲《最轻楼》被当时炙手可热的范逸臣演唱 从此一战成名 签约唱片公司正式走上音乐路 不过这时候的杨成林根本看不上李荣浩 他偏爱的还是大帅哥 这一年杨成林刚拍完《欢欢爱》 就和贺君祥的绯闻愈演愈烈 作为偶像剧的天王天后 两人被公认为是最般配的那一对 就在大家都期待这对一幕情侣成真的时候 杨成林却被爆出了另一段恋情 2008年杨成林的事业再次登顶 一部不良笑话风靡全国 周氏绿直接窜到了第一位 变为曲《带我走》更是堪称经典 拿下多个音乐榜冠军 大红大紫的杨成林自然逃不过狗仔的镜头 媒体拍到和杨成林交往过密的并不是贺君祥 而是袁俊豪 彼时的袁俊豪名气和地位都不如杨成林 但家中有矿 在事业顶峰激流永退 选择家庭 对女明星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杨成林不甘愿做金丝雀 他要做枝头的凤凰 在拼命追求事业的过程中 和袁俊豪渐行渐远 最终分崩离析 而彼时的杨成林身边又有了新人 这次是网恋 2009年杨成林贴开了内地市场一夜爆红 不良笑话的余热还没退去 他主演的偶像剧《爱就宅一起》和《海派甜心》 接连霸占荧幕 更厉害的是 凭借陈宝来一角拿下了金钟奖最佳女主角 下了领奖台 他就给屏幕那头的礼仪报喜 这个没有见过面的网友给过杨成林许多安慰 本以为这样的灵魂交流能促成一段姻缘 继续的是 半年后就见光死了 这一年 李荣浩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 陈坤 陈坤十分看好李荣浩 立马邀请他担任自己第三张专辑《迷密的制作人》 而杨成林在情路上并没有停止脚步 这一次 失落的杨成林和罗志祥的关系 变得扑朔迷离了起来 两人在综艺热聊大尺度话题 各种亲密举动 信手拈来 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 不过这对暧昧情愫刚刚发酵 就被另一个男人掩盖了 2011年 杨成林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剪掉长发 宣告转型 迫切想要摆脱甜美幼齿的标签 这一年 他出了第六张专辑《仰望》 从曲风到造型都成熟了不少 同时 一部《仰光天使》 收视率再次登顶 杨成林成为台湾炙手可热的 影视歌三期艺人 这时候的杨成林口味越来越重 火速牵上了王阳明的手 这一年是王阳明和萧亚轩分手的第四年 萧亚轩都搞不定的男人 眼看就要被杨成林拿下了 两人密友纽约 还被爆出要见父母 有意思的是 王阳明、萧亚轩、杨成林 还是同一个公司的 这一年 有贵人相助的李荣浩 已经逐渐打开了名气 同时他还清了债务 还有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陆瑶 增加可观 他有一次想上康熙来了 扩大知名度 结果陆爸爸 直接让台湾演艺圈的老大哥 徐乃琳带他去 贾S看到后吓得只哆嗦 差点要下跪 而据陆瑶的闺蜜透露 李荣浩发第一张专辑时 陆瑶特意找张亮、张蓝星等 模特圈的人 帮他转发撑场子 但张蓝星的微博 确实能找到那条动态 但女朋友喂的饭 李荣浩只肯吃到2014年4月 因为5月份 他被提名五项金曲奖 成了小有名气的创作型歌手 此后两年 杨成林的事业再次上了一个高峰 成功登上了一届女星的宝座 这时候杨成林 松开了王阳明的手 开始瞄准弟弟 那两年 他和王子相差五岁的姐弟恋 闹得沸沸扬扬 直到2013年 两人突然形同末路 据说是因为杨成林不愿意生孩子 这一年 李荣浩火了 他从幕后走到台前 首张专辑模特就大获成功 拿下了五项提名 李荣浩和杨成林的故事 即将拉开帷幕 2014年 李荣浩火速出了第二张同名专辑 成为圈内传奇 更传奇的是 一次活动 他遇到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 一件清新杨成林可爱的模样 深深地印刻在李荣浩心里 就在两人绯闻沸沸扬扬的时候 李荣浩和路遥的分手消息传来 不久后 李荣浩在微博晒出和杨成林的亲密合照 随后秒删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李荣浩很快迎来了第一次人设崩塌 无缝衔接还是出轨 各种谣言分治塌来 不过路遥的粉丝再气愤 都敌不过杨成林和李荣浩的死忠粉 三家粉丝大战三百回合 最终以路遥山光所有微博平息战火 这一局路遥惨败 半年后 李荣浩和杨成林大方公开恋情 从此金铜玉女的神话开始书写 2017年对杨成林和李荣浩来说 都是特别的一年 这一年杨成林成立了自己的公司 当起了老板一手年轮说 让他成为台湾地区首个入围三金的艺人 另一边的李荣浩也风生水起 开始进军影视业 首部电影《乘风破浪》 就拿下了最佳新人奖 电影万万没想到的是 路遥杀了一个回马枪 他公开表示 李荣浩那首模特写的就是他 更狠的是 他还十分大度说 没关系 反正李荣浩离开我以后 再也没有好听的歌了 当然 彼时的杨成林和李荣浩忙着秀恩爱 蓝李路遥 在台北小巨蛋演唱会上 李荣浩和杨成林的脸 倾倒了变形 天枯全网 这一局 路遥再次惨败 2019年 杨成林和李荣浩顺利领证结婚 可爱教主的展男记 到此画上句点 故事的最后 杨成林收获了稳稳的幸福 而那些曾经和他有过交集的男人 早已散落天涯 黄洪生倒在浴室 悄然离世 罗志祥因为多人运动事件 在娱乐圈再无踪影 邱泽属于他的男神时代早已过去 时过境迁所有的红尘往事 终究成了梦一场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变幻雨姐的话别忘记点点关注哟